哈喽,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听很多人跟我说呀,说日本,经过网络调查说 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看不起中国人,讨厌中国人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吧 因为你想呀,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有那么多的老人家,那老人家里面有多少人会上网呢 那会上网的老人家里面又有多少人会参与这种网上的调研的投票呢 所以我觉得呀,可能是疫情之后会有一些日本的这种年轻人 没有什么太大判断力的人跟着美国人云亦云的去做一些选票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就好像一些什么自干五之类的,我觉得在美国都有 没事带带风向什么的也有可能 你想呀,百分之八九十都讨厌中国人 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有八九个人都讨厌你的话 那什么概念呀 我周围至少也有十个日本人了吧 但是并没有那么多人讨厌我呀 反而他们还很关心我说来了日本适不适应呀 有没有人欺负你呀什么的 我说除了在租房子的时候 的确是很多日本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外国人 但这个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 就是所有的外国人都一样 开始我以为在日本的外国人里面应该中国人的数量第一 后来看了调查才知道是美国人第一 按理说吧,日本也重央媚外 他们应该很喜欢美国人吧 其实他们一样看不起美国呀 特简单,因为很多日本的那种挺精致的人吧 他们就会说,哎哟,你看美国人多糙啊 你看他们那胖胖的臃肿的身材 而且你再看看美国的那些超市 卖那些东西一堆一堆的 哪有我们日本精致,美国呀 这种配套不行 哪有像日本这么多便利店呀 什么超市呀 书行那么方便 美国住的都特别远啊 每家都得开车去超市 所以他们每次一买就买一大堆 他们的商品包装也都是超大号的 一点都不讲究 还是我们日本的商品更有品质 他们也不光说美国 澳洲也一样呀 记得疫情初期的时候 澳洲的领导人就给日本的领导人 扛电话说 哎,你们日本疫情怎么控制的这么好呀 有没有什么绝招呀 教教我们呀 那日本那个大嘴不就说了吗 哎哟,这你们学不了 主要是我们国民素质高 一句话就把人怼回去了 从这也能看出来 日本人的这种民族自信吧 或者换句话说 日本看不起全世界呀 他们认为日本是最好的 其实日本这个国家的人吧 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也是生活挺讲究的 也懂得享受 他们看世界上有什么好东西吧 他们就会去学 把这个技术学完以后呢 哎,原模原样的搬回到日本 再加上日本自己的特色和理念呢 就打造成日本特色的东西 精益求精嘛 所以他们认为 日本制造才是最好的 就包括超市里卖的那些肉 日本本土卖的肉 都比美国进口的肉卖的贵多了 所以这样也能看出来吧 日本哪是只讨厌中国人 他们连美国人都看不起呀 那日本认为日本的东西 才是最顶级的东西 因此日本人才会有一种 这种民族的优越感吧 也正是源于他们这种优越感 所以对不如他们的人来说呢 讨厌也有讨厌的 那扶持的也有扶持的 关心的也有关心的 总之人生百态吧 各个情况都有 这不是也很正常吗 那日本人有讨厌中国人的 那中国人还有讨厌日本人的呢 那日本人还有喜欢中国的呢 那中国人也有喜欢日本的呀 咱就别纠结这个了是吧 那就这样吧 拜拜